嗯,大家好,这是彼得 那这两天呢,人工智能大会也在上海召开 腾讯TD有个超值医学展区也在徐汇滨江这边 非常想知道AI在医学中如何大展身手 一进去的蓝紫色配色还是非常酷的 右边就是超值医学展区 首先看到的是腾讯秘影癌症早期筛查AI的演示 那这个帕金斯运动评估通过转动手机或者是保持静止 就可以辅助早期筛查,我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看眼底疾病的筛查 看气光眼啊,之类的意思一张 OK,我们现在在AI眼底检测的这个体验现场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那这里会快速拍两张你的眼底照片进行一个AI检测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了AI眼底测试的产品经理 刚刚我们体验完了这个AI眼底检测的这样一个项目以后 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嘛 就第一点就是说 这样一个项目现在在哪些地方有所应用 在全国有30多家23级的这样的医院 就在给我们进行临床验证 然后这张落地呢是在深圳和广州地区 有56家这样的设计基层的卫生服务中心 在今后的用途中它有哪些优势点可以提升出来 我们主要是支持眼底的一个全病种这样的生产 主要包括七大种的常见的眼底病 比如说青光眼啊,高隋啊,眼底病变啊这样的 然后还包括21种罕见的眼底肌肉的筛查 那准确性怎么样呢 我们实际测试我们的疫情的时候 就是青光眼的这个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5% 然后可能的病是我们的病变已经达到97% 这是一个生物的STIM项目 它将每个器官进行了分割 那帮助医生在放疗中呢 可以更精准地控制剂量 提高了分割的准确率 也降低了医疗准限 这里可以通过手势识别来放烟花 这是一个视障人士也可以玩的冒险游戏 在这个大光明电影院中 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 通过人体关键点AI识别技术 让你变成所有空的大闹天空环节 现场还有AI辅助无人驾驶器 我们现在逛完整个展览出来了 就算人是蛮多的 其实整个管里面最让我感兴趣 最让我觉得兴奋的就是这个超级医学展区 整个区里面包括说AI眼底识别 包括说那个多习惯风格 所以这个AI问诊 就是这个通讯秘营吧 应该叫这个名字 就是给我感觉就是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我们的诊疗过程中大有作为 那这样的AI系统 或者我们称为临床辅助决策系统 在一方面可以减少医生的工作量 比如说一些比较重复的看诊活动 可以让AI进行接管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提高容错率 那像这样的服务系统 在临床过程中 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 所以这些技术应用到临床之后 真正可以提升我们国民的健康素质 真正的可以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作为一个前科技师up主 现在的一名医学生 我真诚的希望说 这样的科技可以越来越多 因为科技真的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命运